字幕作曲 字幕 李宗盛 設我們這個測試專案為起始專案 那直行 好那Bottom 1就準備click了 click下去,你看到橘形框畫出來 那個金色的矩形框 左邊是個pixel 離上面 所以X指的就是說 它的圓點這個矩形的左上方圓點 距離它的container 包容器 事實上也就是grips device 那你有沒有看到我待會滑鼠移開之後 它就不見了 好,我們重新壓一下又畫出來了 滑鼠移出去又不見了 那為什麼 因為滑鼠移出去是觸發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叫做 Leave 那事件觸發的時候 by default Windows 作業系統 因為離開的時候我要恢復原狀 所以這個button要用 從它原始的圖把它繪製出來 也就是說事實上背後 Windows 作業系統 一直在呼叫什麼 呼叫這個控制項的一個內定的方式 叫Pen的 function 那我們現在其實只是壓下去 當下才畫 畫在這個畫布上頭 但是呢 當這個畫布 這個控制項的聚焦點移開了之後呢 又觸動了這個 那個所謂Leave的事件 那Leave的事件 Windows 作業系統 會重新呼叫 這個button的Pen的 function 把它的外貌畫出來 其實最主要要修它的text出來 這是它的那個 事件運作的邏輯 那我們現在每次一壓呢 在這個地方不是永久之側 當滑鼠移開之後它就不見了 所以如果說你要一個圖 長箱左右 要跟這個控制項 一直秀出來 那你不能用這種方法 不能用這種集洗的綠的方法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範例流 就是Button 1 Get Graphics 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們同樣的 Pen1 Get Graphics 是不是也可以Work 所以這個Button一壓呢 是畫到哪邊去 是畫到Pen1 是畫到Pen1裡面來 好 Pen1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它沒有控制項進來跟出去的 這種事件會觸發 所以它會常常把在這個地方 但是也不是確保它是這個圖 永遠存在喔 當有時候 當我們視窗切換的時候 那這個控制項需要重畫的時候 你就會看不到它 那我們舉個例子 把這個視窗拉大縮小放大 你就看到我要把它縮小縮小縮小 縮小之後是不是要重新放大 放大是不是要重新要畫 你看又不見了 所以圖形的方式 你不能只是說 即席的下一個Draw的指令 那它圖會永遠存在 Pen1裡面 那我們想要的是什麼 我們想要的是 類似像Pen1裡面 秀我們的那個 Neuron Network的結構架構對不對 幾個幾層的Neuron 每個Neuron 用一個圓圈代表它 有箭頭連接在一起 那我們也要希望它永遠存在啊 那不能用這種Draw 即席桌的方式 那事實上 你要讓它這個圖形 是秀在這個控制項的話 你其實是要定用它什麼 要定用它的Pen式鍵 那事實上這整個 運作的機制是 當你視窗 那個Ladar的時候 它要重畫 那重畫呢 不是你自己呼叫的 是這一個那個 是Windows做的系統 幫你呼叫的 那我們進一步呢 把這個function 抽離出來 變成一個共用的function 好 比如說我們寫一個function throw 那參數呢 就是 graphs give it graphs 我就畫到對方去 所以這個function呢 就是萬用的 那同樣這個function其實是 畫一個矩形 房間矩形 那你g是什麼東西 我們這個g這行 就直接透過參數進來 不是綁死在panel1 所以我們現在g呢 就是使用者提供 那我g就是去填一個retangle 用畫刷 用這個retangle畫出來 好 那你呼叫者button1呢 我們想做什麼 我就開始 我甚至也可以不用這個區域變數 我們直接可以呼叫throw ok 我們就呼叫throw 那panel1 即席呼叫它 所以panel1 return的 這種graphs 就丟給throw 之後就畫在上頭 類似的 panel1 bottom1 tap page1 tap page1 tap page都可以 bottom1 tap page1 tap page2 tap page2 好 什麼四個地方都畫同樣的東西 因為同一個方形 有畫同一個方形 那就比較能夠generalize 好 那即使是這樣 就是空間 別忘了我們form本身也是一個大的控制項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繼續做 畫在這form上 this this 就是form物件 那它同樣還有create graphics 好 所以我們都是透過 控制項的create graphics 抓到它的 畫圖的圓件 那在上面畫圖 好 那目前 我們學到的是 fear rectangle 這個 填充一個方塊 好 那同樣它不是永保青春 不是永保存在 你看一開就沒了 好 一開就沒了 那panel1 ok panel還在 那panel1也可以喔 那form也都還存在 好 那但是我們點選tap page 剛才已經有畫 現在重新秀出來 重新秀出來 結果又不見了 就根本沒看到 那我們重新畫之後 那我們切換到page1 tap page1 你剛才有了 現在也不見了 兩個都不見了 所以它不會永遠存在那個地方 就像我們講過喔 稍後我們會忍耐一下 它要定用它的pan 式件 那同樣這個視窗 我們把它那個縮小 放大回來對不對 放大回來 要重新畫 你看又不見了喔 所以其實放本的東西 都不會永遠存在的 那你如果說 確定這個一個panel 一個container 要秀一些圖形的話 那你必須要subscribe 它的pan 式件 你要寫 你怎麼去pan它 怎麼畫它 好 那我們subscribe 這個pan的式件 好 button1的pan式件 好 button1的pan式件 subscribe panel1的pan式件 那我們double click 意味著是我們新增 新的handle function 好 所以一個來自button1 一個來自panel1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 好 虎腳draw對不對 假設我們要畫同樣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draw 那現在比較tricky的地方就是 那當初要畫圖 你要create graphs對不對 那這現在是專用啊 button1專用啊 對不對 那這graphic到底從哪邊來 好 既然是button1專用 它其實 一定都透過這個sender 我們sender 其實就是button1 那事實上它的graphic 因為跟pan有關 所以事實上 這個使用者 當初規劃這個 event handling function的時候 有一個參數叫pan的event argument 其實它graphic就藏在 到底哪一個傢伙 來觸發這個pan事件 那個傢伙 一個控制項 它的graphic已經藏在這個參數裡面 讓你直接能夠教用 所以一點下去 你會看到其實一個graphics 所以這1的graphics 等同於什麼 以現在這個例子 假設是button1觸發這個方式 就是button1的create graphics 得到那個graphics 那我們不用這麼忙 我們直接教用 參數裡面的graphics 這個property就可以 所以同樣的 panel1假設是panel1的來觸發 那這個e的graphic 就是panel1的graphic 所以你看到 我們現在寫在pan事件 一開始就出現了 就有了 那我們視窗關掉 縮小放大 它永遠存在 放大結果它都會來了 但事實上 就是這個pan1 其實一再被呼叫 Windows作業系統一再呼叫 當你視窗拉大的時候 它其實在呼叫 呼叫一步一步把它重劃出來 好 button1啊對不對 那個form也有啊 我們現在目前這樣 但是我把它縮到最小 再拉出來 剛才那個tap page 那些已經都不見了 那所以如果說 你的tap page流 要show這個圖形 你要定用它的那個事件 定用pan事件 那pan的事件的結構 都一模一樣對不對 handle的方式都一樣 那事實上 你不需要準備兩個方式 我們都寫的是萬用的 就直接呼叫者 副下者的1 就把它看成1 1的graphics裡面 參數裡面是1 1的graphics就有 所以事實上 我們只要準備一個function 大家共用就可以 那我現在演練的是說 我們還是保留兩個function 好了 一個button1 一個button2的 那tap page裡面 我們定用它的pan事件 其實都一樣嘛 那我們其實不用再 產生新的function 所以我們的pan的事件 這個tap page1 pan的事件 我們就用選擇就好 透過這邊選擇就好 也就是共享 同一個event fandle function 好 所以我們現在 目前有兩個button1 或pan1 其實事實上 我們真的只需要一個就好 不過我們這一次 tap page1選了button1 然後tap page2呢 讓它選那個panel panel panel 應該是 弄錯 pan4件 選pan1 好 那結果其實都一樣 所以事實上 我們真的只需要一個event handle function就可以了 好 我們透過選擇方式 那現在執行就一開始都有 這個地方都有這個方塊 那會不會 會不會不見 不會 你看 page2切換回來都會有 各自存在 縮小之後再拉拉起來 一樣都存在 事實上就是剛才我們定用的 一個pan事件 我們有一個方法 一個method pan method 那作業系統 只要重畫的時候 就會呼叫你的那個pan function 那自然而來 它就會有畫這個舉行框出來 好 了解我們graphics 其實都透過graphics這個 物件 供應器的物件 能夠做pan 那我們是要 永遠把我圖形的話 那就是要subscribe它的pan事件 那接著呢 我們來模擬那個 我們類神經網路 怎麼樣把它的那個結構圖 畫在一個你選定的panel 上頭 OK 那我們假設呢 我們會善用所有的空間 所以會設anchor 好 那將來你畫的 類神經網路呢 理論上 也應該要follow這個那個 這個panel 因為panel會放大縮小嘛 也要隨著它放大縮小 那這樣才合理 所以我們anchor 四個地方都瞄定 那將來這個panel1呢 它大小會隨著視窗拖拉 大小的變化 那我們希望說 畫在裡面的這個 類神經網路圖呢 也能夠一區一步的 好 把所有東西都 都能夠依照比例方式畫出來 所以這裡頭pan事件呢 就要我們自己寫了 好 這個panel1我們自己寫 那麼假設是我們panel1呢 開始來畫我們自己 要類神經網路 好 好 那跟畫圖相關就是 Retangle 然後point這些東西 我們要 我們要自己準備 區域變數 好 那假設我們有Retangle ICT 好 那我們做初始畫 初始畫 那假設呢 我們邊框 好 十 那上面離上面也十 寬度呢 我們是要依照它大小一點嘛 所以寬度呢 就不能射死了 那寬度從哪邊過來 欸 別忘了 我們看來講 1裡面對不對 1是參數對不對 這panel1是參數 就是那個 控制項相關的東西都放在 藏在1啊 瓜子藏在1裡面啊 那麼來看一下 1裡面還有什麼東西 好 裡面有一個叫 Clip Retangle 所以目前那塊畫布 或是那個 控制項 它能夠 那個 它的矩形大小就對了 因為 任何控制項其實都有一個 矩形範圍 那說明我們可以用三個 它這個本身有什麼 又是一個Retangle 也是一個Structural Retangle 好 既然Retangle它有它的寬度 要扣到什麼 扣到20 為什麼扣到20 我們想左邊控10 右邊控10 對不對 所以我們想要畫一個 目前Panel大小的一個方框 然後呢 跟它 左右隔的10個pixel 上下呢 也隔個10個pixel 好 那上下怎麼辦 高度怎麼辦 再來你要給它一個Retangle的高度 嘛 所以是CripleRetangle的Height 減20 好 那我們假設改一下 改成減10 好 就是讓它有區別 歪方向呢 只有控5個pixel 那橫向呢 控10個pixel 左右控10個 上下控5個pixel 那就變成這樣 好 我們第一個Retangle 那我們準備畫它 或是準備feel它 都可以 那Graphis怎麼掉出來 藏在Graphis裡面啊 那你點點看 然後Intellicent會告訴你 一大堆的Jaw Functions 那我們首先呢 是我們用feel feel的Tangle feel的Tangle 然後呢 需要一個畫刷 那以前我們畫刷 我們自己new一個對不對 Solid Brush 那市場如果說你用的是Solid Brushes Brush 你不一定要自己new出來 不需要 因為那是最陽春的Brush 那我們可以透過 所謂Brush 庫 畫刷庫 叫Brushes 也是一個類別 裡面呢 它就設立了一大堆的Property 每一個Property就是一個Brush 所以我們可以點下去 直接叫用那個顏色名稱 你就可以 可以得到一把畫刷 好 你看喔 所以這個Solid Server是一個Brush 那我們用 Oliver好了 橄欖色 Oliver橄欖色的畫刷 所以Brushes是一個庫槽 一個等於是工具庫 畫刷庫 那裡面提供的Property Oliver就是一個Brush 那我們用它 那畫什麼 塗抹 填這個 填一個矩形框顏色 填這個圖 你看好現在畫出來 你看 有沒有看到齁 就是Panel Y左邊10個Pixel 右邊10個Pixel 上5個Pixel 下5個Pixel 好那我們現在拉拉看 視窗拉拉 它會不會 會不會一去一步這個矩形框 會跟你一樣大 好 我們把它拉拉看 糟糕 好 那個矩形沒有跟你預期一步放大 那我們希望這樣啊 如果說你畫出來 類似網路已經畫在那個地方 那我四張拉大的時候 你的類似網路圖沒有放大 那就是半吊子 好 那所以意味著什麼 欸我說 沒錯啊 你看我的Panel 1 size已經變更了 對不對 那size變更啊 size變更 內容沒有重畫 因為By default 那個Windows作業系統不會重畫 所以這時候你必須要自己 要求啊 重畫 什麼時候要求重畫 當有size change的事件發生的時候 所以你看 所以沒有用 我們這個填充 這個矩形框沒有依照的大小 但事實上有在更新 Ladars有在更新 可是緩不忌急 所以這是我們要強制的 那我們要定用什麼 我們要定用Panel 1的size change事件 好 讓它強制要update 也就是讓 作業系統強制呼叫它的Pan function 意思是這樣啊 因為我們方形寫在Pan裡面嘛 好 所以我們要定用它的size change的事件 size change 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double click 讓它產生那個程式框架 那這邊也很簡單 Panel 1假如size change的時候 我們做什麼 就Panel 1 不好意思 請你refresh 不叫refresh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我們再看看 大小有沒有 這個矩形框有沒有大小變化 填充的矩形框 OK 好 那就有了 就是它隨時 我們這樣一拖拉 隨時再出發size change事件 那size change事件 就強迫它應該refresh 好 那這樣就可以達到我們要的 欸 那個類型網路圖 本來小的就小的 那大的就放大 那當然 還有一些effort 我們要把它那個大小都相對 要等比例的就放大 OK 那稍後我們再看這個程式的細節 好 我們so far呢 graphic學到什麼 學到feel Retangle 有看到Retangle 然後有看到那個Pan Right 那有看到Brushes 有看到Brush 沒有看到Pan 對不起 看到Brushes 跟Brush 好 我們假設說 我們現在Lesson N都已經update了 就變成N加1好了 應該是9 10吧 好吧 隨便 我們還是 給一個隨便 假設目前已經更新了 是9個Nuron 4個Nuron 因為10是這樣的運算要用的 那實際上真的Nuron 是只有9個 那第一個Nuron 4個3個Nuron 所以這裡頭真的是Nuron 的個數 不是加1 不是要處理 那樣子 假設是這個樣子 那你如果說 不是紀錄9 是紀錄10 那你就要自己扣1 然後我們很快看一下 我們要達到什麼目的 我們達到說 這個Panel 畫的是一個網路結構 內層網路結構 那首先要知道幾層 因為它是General 那數字變更 所以我們要相對的變更 所以原則上有4層 所以我們會抓到N的Lens 知道幾層 我們就規劃 假如一層一層需要佔據多大 所以假如說Lens 4個的話 那我們其實要分5等混 對不起加錯 這個稍微改 不是加5 是4個 其實我們要分5等混 所以這是N 但Lens 加加1 但是這邊 老是第一次寫錯 好 所以我們得到了什麼 得到目前Retangle的寬 所以這樣畫圖的時候 是當下查看目前多寬 那DX可能就會變化 所以這樣你才能夠等比例的 依照放大縮小 畫出所有的這些結構出來 好我們有一個DX 再來有一個半徑 因為畫Neural是要畫一個圓 所以一個半徑 那半徑呢要粗固一下 就是Try and Air 大概 你要跟這個Retangle的比例有關 怎麼假設呢 一開始Radius是Retangle的寬 有時候你可以拿高 除以20 二指紋之一好了 假如當初想說 橫向可以最多容納20 不應該20個 就10個而已啦 20代表10個圓 因為半徑嘛 這是Radius 好吧 Design Air事後如果說 發覺太大太小再修正就可以 那接著我們要準備一個Dy Dy其實會變化 因為每一個Layer 各數不一嘛 有些密密麻煩很擠 有些比較寬鬆 我們就先測區域變數 好那我們就開始啦 每一個C是代表Colon 代表Layer對不對 所以N總共有幾個Layer 好吧 注意來 那我們要知道 那個至少那一層的X坐標 那X坐標呢 其實就是我們有Obset10嘛 10個Pixel對不對 每一個坐標再來 再來就是 我們先預估啦 把結構寫完 就是說第C層對不對 第0層 第0層有幾個Nuron 對不對 那再除以Nuron 就是從第0Nuron到N subc N subc N subc 個Nuron裡面過來 那我們假設這裡面有區域 就是叫圓心 這樣要畫那個Nuron的圓心是XY 那我們先看X坐標 然後第C層 第C層 第C層就是第0開始嘛 C層的坐標 C乘以DX 那因為Obset是 我們Obset是10嘛 那不能直接畫在10上 所以這邊弄錯應該是C加1 好 C plus 1 OK 所以X坐標確定起來 我們給它一個區域變數好了 這樣比較好找 那麼給它一個區域變數好了 這樣比較好找 所以老師寫出應該是RECT的Height 好 那我們為了 因為每次Height 每次會重新 因為我們剛才Retangle的Height 已經變更了 所以我們這邊還是先把它計分一下 所以HNA是計入Height 那HNA就除以什麼 除以NumberLayer 對不對 對不起 NumberNurager加1一樣 因為我們上控下控嘛 所以需要 假如4顆Nuron就需要5等分 對不對 那我們把等分算出來 就Dy等分算出來 那接著要找Y座標 Y座標原上是YObset是5對不對 再向Dy乘以這個Raw加1 所以就是這種結構 我們先把那個 圓形的座標XY形找出來 好XY找出來 那找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規劃那個圓 一個Nuron畫一個圓嘛 那圓呢它在矩形 它的矩形的這個 左上方右上 右上方還有它的矩高 就可以設定下來 好 所以我們沿用這個Retangle 我們沿用這個Retangle Retangle第一次用 是在用大方框嘛 我們要FearRetangle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Retangle 好不好 我們把前面改一下 剛才是塗了黃金色 我們其實不是真的塗 我們就Draw就好 那Draw就不太一樣喔 FearRetangle是一個畫刷 Draw是一個邊框而已 所以它不是一個Brush 它需要一個Pen 你看喔 是一個Pen 是一個Pen 那Pen沒有 我們沒有自己的Pen 那我們就用Pen 一樣喔 同樣呢 這個架構之下 它有一個庫草 一個標準的那個筆庫 Pen的那個Library Bank 應該叫Bank 那我們畫黑色的 所以用Pen 意味著說我們用Pen 它是黑色的Bank 而且是一個寬度的 好我們也是這樣Draw 所以這個時候Draw Ellipse Draw Ellipse 它需要什麼 需要一個Pen 那一樣 還需要一個Retangle 我們Retangle還沒有寫 就是這個要畫一個 要畫一個New one 畫一個圓對不對 那我們用一個Bounding Box 就是用Retangle 來界定它的範圍 那Retangle X 是左上方對不對 對相對 不是Lav 好吧 應該是點X Lav是圍獨的啦 它其實是一個 圍獨的Property 那你能夠設的Property 是X 所以毛號叢會出現 好 那X為什麼要減Radius 因為我們XY是圓心 那 圓的那個Bounded Box 是那個 左上方是會Obset一個Radius 所以RECT的X是等於 圓心扣掉 往左扣掉Radius 同樣的 那個 左上方那一點的Y 也就是Y扣掉那個Radius 好 然後再來Retangle的寬跟高都相同 這樣就會變成 畫出一個正元出來 好所以Retangle的寬跟高都一樣 兩倍的Radius 對不對 直徑 那你會發覺這個是不是都一模一樣 所以Retangle的寬跟高 其實算一次就好 更新一次就好 把他移到上面 移到這個回圈外面來 不要傻傻放在回圈裡面 重新算 結果都一模一樣 RUN會暈算資源 好 所以 所以 在這個步驟Retangle 已經被變更 準備要畫那個Newon的寬跟高 所以寬跟高固定 所以剩下我們每次要變更 只是它的X跟Y 好 我們就可以Draw我們的Ellipse 最後就是需要一把Pen 對不對 那我們要同樣用那個標準的Pen 庫槽 點 我們這次採用Marl Marl是那個暗紅色 來畫這個邊框 那一樣我們就把Retangle給它 所以現在Retangle 其實是一個最小的Bound Bound 是一個圓 OK 對不對 那So far呢你看 我們幾個回線寫下去 那你的類型網路 結果再複雜 我們就處理了 我們都已經處理完了 那現在唯一 唯一要Check 是說這個半徑 會不會太大太小 好 那我們再看看好了 好 弄出來 有些東西錯誤 這個你看到 上下其實都OK 上下都分得很好 對稱 3 2 但是橫向不對對不對 DX算錯 DX算錯 那麼當初DX 剛才老師稍微提示到 D4 第一個版本的時候 我們把它除錯 我們再回去 看一下怎麼迪拜 那現在比較大的特殊 就是我們把視窗拉到時候 你看到 原來半徑是不是相對的放大 也就是說 每次這個畫 這個Panel要重畫的時候 它其實都查看當下 現在最新的 ClipRetangle的寬跟高 那你的畫的Neuron 真的是等比例的 依照它的寬等比例 說起來 好 DX的問題出在哪 出在這邊 我們查看一下 你看這個N的Lens 應該其實-1 不是-5 我們把它更正一下 好 我們重新再Run一下 就XI OK 這樣X也分配的比較均勻 譬如說 這是四個Layer 那其實分成五等混 再來換換來分成五等混 好 意味著說 留一些邊框 讓大家比較喘息的機會 那剩下可能要畫線 留那個Connect的線 那我們再看看好了 那放大縮小 你看等比例放大縮小 那現在原似乎太大了 原的半徑可能似乎太大了 9個的時候就有Overlap 那不要緊 我們就稍微調整一下 它的比例大小 我們現在假設是15顆 一個寬度可以容納15顆 OK 這樣看起來是這樣的 那拉大放大的話 大概也會相對會有這種型態 好 似乎一切OK 那我們現在在眼內是直線 這個是畫圓 那有時候我們要做Connect 所以接著再DEMO一下怎麼樣畫直線 那畫圖的東西都是在一一的Graphics這個物件裡面 好 那這些Connect的畫畫 因為它其實牽著到 每一層的圓形的計算 那我們現在在畫圓的時候 這邊有計算XY對不對 但是你要畫一條連線 連到什麼 連到前一個Layer 那前一個Layer的XY 你要保留下來 那目前的功能沒有 目前的DEMO沒有 所以Incase你真的要畫 這個鳥和Newer的連接 你資料結構你要自己去規劃 你要去規劃 事實上我們也可以弄一個區域變數 一開始就New好 譬如說我們知道 每一層Newer最高的 最大的數目是多少 我們可以New一個 叫做Point 資料結構叫Point的陣列出來 那我們每一個Layer 計算出來 就放到那個Point裡面去 那保留起來 就上一層Layer的東西 有保留下來 那資料結構外實 就麻煩你自己規劃 稍微複雜一點 就前後其實都要有 那你可以 弄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就是目前這個Layer 連到前面那個Layer 所以 原則上你要先畫連接線 假如說你連接線 連線都找出來 先把這些線都把它連起來 那之後再畫那個 Newerun的圈圈 那這樣把它蓋過去 那在這邊跟提醒大家 它的資料結構可能稍微複雜一點 好 我在猜原則上需要兩層 因為我們採取就是第一層 第二層第三層這樣過來 那在畫第二層的時候 就要把第二層全部的那個 圓心找到 那跟第一層的所有圓心 兩兩之間拉一個連接線 那這個資料結構大概不是一個Array 而已 在老師的預估裡有需要兩個Layer 那這兩個Layer呢 其實可以先New在外面 在reset的時候就New好 reset的時候你就其實知道 今天使用者設定 從Input進來 Output的資料裡頭知道 所有Layer裡面 最多的Nuron的個數是多少 你其實就New出來就好 那有那個Furse Layer的那個Point 還有這個Layer的Point 那每次連線的時候 就是這個Point連到前面那個Layer 先把前面半的先把線都連好 那現在目前是後半段 後半段的東西就是 你要先填一個顏色 把那個畫在原線的線遮住 所以我們就用Feel Feel Ellipse 那個在左右Ellipse前面加一個Feel Ellipse 那顏色是Light Yellow 當然是Iso就變成這樣 所以我們有貼圖喔 就是有一個圓的那個Feel 把那個線準備幫他蓋起來 先把它填完 之後再畫邊框 那接著我們DEMO一下 怎麼畫直線 那直線老師就不再做好了 那是給你們自己的挑戰 原則上需要額外的資料結構 協助你把這個Layer 連到那個Layer的Point 記錄下來 然後秒點 大概這樣 那或者說你不記錄下來 你也可以即席換算都可以 那畫直線怎麼辦呢 就呼叫Graphic的Draw Line 那這邊有Baseia Baseia是三次的曲線 我們知道有些同學 大概你們的研究裡頭 會用到三次曲線 那WinFone也提供Baseia Curve 的Draw的一個方法 那麼現在是比較簡單 是畫直線 那直線呢 其實它你看參數 就是需要一把畫刷 那Point1、Point2 那Point呢 是一個畫圖用的資料結構 叫Point 跟Retangle很類似 那我們就準備兩個點好了 Points 那注意的老師這邊斜死 這個地方是斜死 這個地方是斜死 沒有依照比例大小 沒有依照那個 就是它independent on independent on這個Retangle 我們假設初步過壓這樣 P1是100 100 左邊100 上面下來100那個點 然後呢 P2呢 是 左邊200 離上面是150 這兩個點 這兩個點 那這個是永遠定固定的 那我們就主要呢 Pen給它 那PenDut 又用褲長的Pen 那我們這次找Duck的 看什麼顏色 Duck Blue 那個深藍色 然後P1、P2 給它兩個點 結合起來 所以我們多畫一條線 所以這個線是先畫喔 然後呢 那個Neural OK 你看這個很好範例 就是這樣我們Neural 才會蓋住它 因為最開始你的 可能是連接線是 連圓形連到圓形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 透過那個蓋住 我們稍微把它往下移一點 讓它比較明顯 以後被Neural蓋住 OK 那線Wise 其實還有很多的變化 比如說有些時候我們要畫虛線啊 或者說線的 我們比如說 尾巴有一個箭頭 那怎麼辦 你用這個陽春的Pen Pen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如果說 你要特殊的畫筆畫刷 那你要用自己的Pen 你不能用這個Pen 好 我們示範看看 有時候我們有買Pen 捏出來 那不同的捏法 有四種捏法 第一個很簡單 就是畫刷給你 那給你的畫刷 就是這種初始畫 就是這樣 單單薄薄的一個Pixel而已 好 那另外一種畫是 你給定顏色 好 另外一個畫刷 還有這個寬度 粗細大小 OK 這個我們要用的 所以我們原理上 準備New一個 好 那Brushes就畫刷給它 最主要是它說顏色 你這個 你將來畫一條線 可以有漸層的顏色 那是透過Brushes過來 那一樣 Dark Blue的Brushes 稍微粗一點 用Point Point的Wid Wid是兩個Pixel的寬 畫的概念是兩個Pixel 所以它結果是要粗一點 你可以看到它比較粗的出現 那市場也可以畫虛線 也可以畫在這個中間 你看喔 我把它拉到的時候 你看有沒有變動 沒有喔 因為這個Point沒有 那個座標沒有等比例 沒有那個依照做座標轉換 所以它是釘子的 所以這個將來 你們自己要找出最新的圓心 兩兩之間去拉線 In case你需要 你要用的話 那這為什麼會疊在一起 思考一下 為什麼不會說每個獨立 因為主要是我們的 Radius只看到寬而已 那寬比較大 所以其他東西都交疊在一起 那你如果說要 比如說畫個箭頭 那這箭頭的屬性的 都是依附在這個Pen上頭 包含說這個虛線也好 那就是跟這個Pen有關 所以Pen裡頭 你可以Export它的Property 所以Pen裡頭有一個End Cap 就是端點 它有Start跟End兩端 那End的Cap是這樣 By Default就是沒有特別設定 那你可以選 像Line Cap 是Arrow Anchor Arrow Anchor就是一個箭頭 那這箭頭其實很小 人家看不出 所以通常 可以進一步再用Customer的 這種End Cap 你可以自己再設一個 End Cap 可以設它的大小 那目前如果說 用內定的這幾個 那個Innovation 它是很小的 那我們還有看其他幾個 像Diamond Anchor 就是一個菱形結尾 那有些是有圓角結尾 假如說 你線條非常粗的時候 就很明顯看到它的差異 所以大家可以試試看 MyPen裡面呢 你可以設一個20寬 那看一下這個結果如何 原則上它是跟那個Size大小有關 跟Width大小有關 好 那這是有關直線的這些Demo 所以麻煩大家試試看 那當然 將來你如果說箭頭要放到這個圓外面 那你要自己找到相對的那個點 那其實是一些做法總換而已 好 那我們就XY對不對 XY是一個圓心 那假如說我們現在要打字 打字XY是一個點對不對 所以打字的話 一樣又叫住eGraphics來 那它裡面呢 其實有一個function 可以讓你打印文字 打印文字叫DrawString 那我們是希望說它 畫完底色 畫完邊框之後再來打印文字 就是說 在前面的話 在填顏色之前Draw的話 那當然又被蓋住 所以前路順序要注意一下 那我們是在FearEllipse DrawEllipse 邊框之後 我們在DrawString 那它的參數呢 你看需要一個String 對不對 需要Fund 需要Brush 需要Point 好那我們就移來 String你都會用等一下再填 那Fund需要一個Fund Fund哪邊過來 好別忘了 那我們假設說 我們就準備一個Fund好了 Fund的物件 好 我們成本叫MyFund 那懶得再New一個對不對 我們就沿用什麼 沿用List List指什麼東西 這個Fund 別忘了Fund也有一個Fund 好 ByDefault 你如果在設計的時候 你就改變這個Fund 那這邊秀出來的Fund就不太一樣 那我們研究用這個Fund 那一個Fund 原則上就有一個字體 的那個名稱 還有字體的 ByDefault大小 還有它的樣式 那麼用的ThisFund 就是用標準的 好 所以我就調出買Fund 丟給它 那事實上買Fund 就是這個Fund 那它需要一個畫刷 就是這個文字的顏色 這個圖這個文字的顏色 那我們是Solid的 就是同一個顏色 你也可以用一個漸層顏色 甚至有一個貼圖顏色都可以 那我們用的是標準的Brushes 那我們打色調出來是Green Dark Green 深綠色 再來需要一個點 這個點是一個Point 是浮點數 Point F Retangle 又Flow 好吧 就是給我一個座標XY 好 那我們這邊有什麼座標 我們不是有一個圓心嗎 XY嗎 我們可以試試看好了 好 那這個是它的 function 我們原則上是Invoke這個 function Flow 那INT也可以轉成Flow 沒問題 XY 我們XY是INT 所以自然會Invoke這個Flow 好 那我們把它按起來 看一下 我們多了一個DrawStream 那要Draw什麼內容呢 文案的內容 那我們加一下這個字串的內容 目前是空字串 好 那我們準備填一個X 然後呢 坐標 好 那坐標呢 就是Row 先 那個Cotton先來 對不對 就是第幾個Layer 第幾個Layer 第幾個Layer 然後第七個Neuron 那第幾顆Neuron 第R顆Neuron 好 那是這樣 所以這是一個組合的字串 那我們看這個結果 所以記得我們現在畫字 是畫的 你有沒有看到 有畫出來了 那個字小小的對不對 然後呢 感覺上這個X起點 怎麼會在中間 你觀察一下這個圓的中心 所以這個X是第一個字圓對不對 也就是X所在的地方 我們定義了XY 所以你看到 所以XY是這個圓的圓心 那我們打字都從這個圓的圓心的 右下方開始 所以等於是X的那個上面就是 就是剛才我們數字的XY 那現在就是圓心 所以容易打 可是呢 這個時候通常我們打文字 不是希望這樣 不是希望這樣 而且我們也希望說 四窗拉大時候字體不要維持 只是這麼小的字 當然它圖形比較大 我們希望它的Fund也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這時候你的Size 就要適當的變更 那你老是用Form的Size 因為Form的Size 沒有被變更啊 所以永遠是這麼小的字 好 所以有兩個議題存在 一個是我們想把字串打印在 比如說以這個例子來看 應該是正圓 放在這個圓的正中心 好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 叫用不同的Function 來DrawString 所以我們不能用這個DrawString的方法 那我們就看看 還有沒有其他不同的DrawString的方法 好 能夠達到我們要的目的 第一個呢 就是剛才Fund 必須要依照大小來設定 我們如果說一直用 我們買Fund 就是這個Form的Fund的話 那沒有辦法 買Fund的話 必須要能夠變更 好 那這邊的附加方式 你看一下 不同附加方式 好 這邊是PointF 好 這是RetangleF OK 那XY FlashesRetangleF 好 這是我們要的 所以自算 字體 畫刷 再來需要Retangle 對不對 什麼需要Retangle Retangle其實就是在界定打字的範圍 你還記得有一個印象嗎 我們比如說text的時候呢 text空向的時候 我們的文案是可以打印在text裡頭 正中間 上面 就是說整個矩形框是它的範圍 矩形框的偏左 偏中 偏右 然後矩形框的那個中間 還是上面跟下面 幾個範圍可以設定 對不對 好 所以矩形呢 是一個範圍 就是將來打印文字 是打印在這個矩形的範圍之內 那Format呢 String Format 就是到底這個格式 字串的格式是 橫向是在近的 中的跟遠的 然後呢 上下是上面下面中間 都可以再來設定 所以我們需要另外一個新的參數 叫String Format 那Retangle已經有了 Retangle我們就直接剛才那個 畫那個Neural的圓的Retangle 我們就真的是要用它來規劃我們打印的文字 我們需要打印在這個Letangle中間 但我們需要一個String Format 所以我們就準備一個SF的物件 New出來 所以它是一個 SF我們再依設定它 它有一個屬性叫Align 對位 Align 那Align是Horizontal的這種對位 那有什麼選項可以選 好 色違 你看它是一個Enumeration 點下去 好 你看有Center Far Near Near就是靠左 Far就是靠右 那不一定要假如說是中東文字 是由右到左的 那剛好緩過來 所以它用了中間的術語 比較中肯 叫Near的 Far跟Center 那Liner就是上下的那個對位 相對於那個矩形框的意思 好 那我們也是像Center 所以我們就是打算把這個字呢 擺在這個矩形框的上面下面的中間 左邊右邊的中間 這個樣子 那看起來我們要的 好 那我們就要呼叫不同的Function 不是呼叫XY 我們就要給它一個矩形 那矩形就沿用這個Near的那個包覆的矩形 然後再來格式呢 就用我們剛才的新New出來SF 好 那我們看它效果如何 所以目前解決的是第一部分 就是希望擺字的位置是 希望擺在這個圓的正中心 OK 像這樣 所以你看我們用的是 外面其實一個虛擬的框框 把這個框框的上下是中間 左右也是中間 那我們把字體放大 我們把那個放大 你看還是擺在正中間 所以這是我們要的 那當然現在唯一剩下是說字體沒有依照 現在的那個Panel的大小 適當的放大縮小 感覺上比較可惜 好 那也不要擔心 也就是說我們Fund的大小Size 上面要隨著比例大小來說話 好 所以當初我們買放是寫死嘛 寫成直接用這個Form的Fund 所以我們就是 我們New我們自己的Fund 好 所以我們希望Fund的Size 是跟那個Retangle的寬高變化的 那其實我們可以抓住Radius 因為Radius也是由寬高來決定的 所以我們就綁定我們的Fund的大小 所以我們要綁定這個Radius的大小 好 那我們就不是沿用這個Form的Fund 我們要New我們自己的 所以New出來 然後建構函式大概是 比較簡單就是給它一個名稱 那個字體的名稱 那告訴它那個Size 這是我們要Invoke的 那不是這個FundFamily 是這個字串 這個File FeminateName 我們用的是Name 就是一個字串 好 就這個 所以String 那麼寫出Fund的Name 那Seize 大小 我們就用我們的Radius 那名稱呢 现在我们假设用的是微软正黑 可以打中文 或者英文的话 也可以 所以我们产生一个新的Fund是这个字体 那大小的是radius 目前的radius 买Fund就update了 所以我们用的是真的是我们自己的Fund的物件 我们先去执行看看 好那当下算出来radius高度 对不对 它字体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期待拉大的时候 稍微大了一点 radius现在稍微大一点 那我们稍微修改一下 比如说乘以0.6好了 还是0.7 0.6 这是浮点数 所以我们乘以0.7F 好看起来比较适合一点 让我们把它拉大看起来字体有没有变大 好相对的这个文字的size就变化了 相对的达大 那如果说觉得这个太大还是这样你可以修正 也许0.6倍是比较适合的 好那就是达到所谓的 绘枝文字的功能 所以事实上 这个Graphs这些动作这些逻辑理解清楚 你就知道这些控制向上其实怎么产生的 什么0.6 0.0 0.1 1.2 1.3 Vitimarch 已经非常ok了 那你永远的程式下 适合把它放到最大 看看你的Anchor 能不能设定妥当 好有关于Graphs我们就 功能就介绍到这边 那鼓励大家 你可以防老师的范例 你也设法把连线连起来 然后呢准备一些文字的记录 Neuron layer跟Neuron layer之间有所谓的weight 这些东西保留着 那它本身可能还有存 你本身可以像我们现在是用那个代码 其实可以 这个Neuron里面就算出它Neuron的值 那其实好处是有助于你验证你的程式啦 这个是Graphs的主要的功能 是Graphs的主要资料 帖子的主要资料 Vog Thank you 小帮我